叶青是苗栗人,姨妈经营歌仔戏团,母亲是歌仔戏小蛋,叶青在家中排行第四,两岁时父亲过世,后来母亲在家,又生五个儿子,叶青小时候家中有九个小孩,叶青的童年就是在随戏班到处表演中度过的。 小时候的叶青和姨妈很亲近,常跑去姨妈的戏班玩,需要同生串场或临时找不到人跑龙套时,姨妈会叫她上台充术。 因为叶青颇有天赋,母亲、姨妈及戏班老师都希望她留下来学系,但疼爱叶青的外婆反对,坚持带她回苗历念小学。 在国小就读期间,叶青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时是全校前三名,在校期间则担任班长,认真负责,有正义感,也当选过模范生,还因为个性豪爽,身材高大而成了孩子王。 每逢寒暑假,叶青会到姨妈的戏班跟着跑码头,每天早上六点就和榜班的小朋友一起上课,渐渐地,姨妈开始让她担任重要的角色。 这些点点滴滴,都奠定了她日后成为电视一线小生的扎实根基。 1969年,中式开播,经过柳青推荐,叶青加入中式歌仔戏团,饰演花田错综的便机,让观众为之眼睛一亮,奠定她往后长期反串小生的戏录。 接着,她进入台式联合歌仔戏团,演出了《七侠舞异》、《西汉演艺》等剧,这也让她声名大噪。 1971年,叶青挑战《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开启了电视歌仔戏史中由女子反串的县力。 后来叶青加入华市,成立《神仙歌仔戏团》,与编剧狄山长期合作,以个人扮相、精致剧本。 成功地缔造了电视歌仔戏新潮武侠神话奇情与传统复古的三种戏曲路线,成绩斐然,也让她获得三座金钟奖的殊荣。 1972年中式解散歌仔戏团,整个制作班底仪师台式,组成联合剧团。 叶青也在制作人的大力推荐下加入台式,后来推出的第一部戏《七侠舞异》与杨丽花联合制作,主演《杨丽花》饰演男侠展昭,叶青则饰演锦毛鼠白玉堂。 白玉堂俊秀侠侠异的风采,同时有些闭靡一切,小心眼的矛盾性格,让叶青眼来大呼过瘾,还表示这是她最喜爱的角色之一。 但由于白玉堂太抢戏,再加上旁人的挑拨,让杨丽花心里不舒服,叶青也很尴尬,由此产生两人一山不容二虎的传闻。 不过,叶青表示,我们并没有王不见王,杨团长是我的前辈,对我也很疼爱。 后来杨丽花公演梁柱与担心救主时,叶青也上台献过花,二人不合的传闻也就不攻自破了。 叶青一生未婚,她认为结婚是可遇不可求的,与其草率的结婚,不如慎重地选择。 也许看多了不美满的婚姻,心里有点畏惧,与其婚后不幸而离婚,不如保持现状独来独往,自由自在。 而且我发觉自己与女性比较有缘分。 和女孩们在一起,不一会儿叶青就能和她们嬉笑成一团,但男孩子和我交往,都一直把我当成男性。 虽然没能找到理想的伴侣,但叶青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1975年左右,叶青收养嫂嫂的女儿,取名叶惠珊,谈起小女儿,叶青的兴趣比演戏更大。 她说,惠珊一点都不怕生,长得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娇甜可爱,很讨人喜欢。 有时排戏,叶青也会把宝贝女儿带去,圈内无论男女演员都争相抱她,称赞她讨人喜爱。 而在叶青的观念中,无论将来从事哪一行,掌握英文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1990年,叶青在拍摄《孔明三气周瑜》和导播李勋南闲聊时,得知她儿子在英国念高中,便决定送叶惠珊去念语言学校,通过语文考试后,再进入伦敦的高中就读。 为此,她拍完戏还专程陪女儿到英国住了一个月。 有人曾经问过叶青是不是不打算嫁人了,她说,不是,只是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对象。 那领养的女儿岂不是成了婚姻的障碍? 叶青笑了,那笑里仿佛藏了些什么? 她说,就是不想嫁人了,才养个女儿的。 原来,她前面那句话是客气话,意思就是,不要再往下问了。 而对于孩子长大后没有爸爸,叶青则认为这不重要,反正亲生父母一直在她身旁,等她稍微懂事,再告诉她事实就是了。 千万不要说是歌仔戏影响了她,而是她自己把一切机会都摒弃在外的。 等一切弄得妥贴后,年华又让她惆怅了。 嫁得没事业基础的年轻人不甘心,年纪稍长的大多数又已经成家,索性就这样算了。 但出演一圈后的叶青,一边经营自己的事业,一边陪伴着女儿,日子可以说是平淡又幸福。 不料,这美好的生活在2022年被打破了。 近日,叶青与女性女粉丝爆发财务纠纷而闹上法院。 此前,警方接获报案指称,叶青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的一处房产遭人占用。 警方到场后,见吕女进入叶青家的主卧室拿东西。 还有一位自称是叶青侄子的男子表示,叶青出国,吕女是房客,自己受叶青的委托向吕女收回房子。 警方要吕女出示租约,吕女则向警方表示,之前是叶青请她住进去的,现在叶青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她也跟着搬走了,没有租约的问题。 遭到叶青控诉的这名吕姓女粉丝,比叶青小20岁,双方一元际会从粉丝成为密友,自2012年起就经常在叶青家过夜,后来更是常住于此。 叶青指自己曾在2016年请吕女搬走,却遭到拒绝。 2018年双方又因故争吵,惊动警方到场处理,而叶青顾及多年请义,紧口头请吕女搬走,但是对方不肯,于是在2021年11月提告要求吕女搬家,并支付从2018年1月至2021年11月间的35个月房租,每月租金4万余元,共143万余元。 随后吕女表示,她是叶青的助理,确实曾长期住在叶青家,并不是叶青的房客。 强调双方同住共财多年,也一起出国旅行数十次,叶青淡出演艺圈后,生意失利。 双方往来更加密切,每年叶青的生日,二人都会一起出国庆生。 2012年4月,叶青面对房贷车贷等债务,她还变卖足产土地,援助她上千万元。 对于叶青指控她霸占房子,云女感叹,原本二人感情很好,但自从2018年叶青认识了一名泰国女华侨后,对她的态度180度大转变,除了冷落她,还会对她大呼小叫,更抢她是大小姐。 云女表示,过程中叶青从来没有赶她走,反而在叶青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去,她直到2021年8月才搬出,可见二人已翻脸多年。 现在的叶青活得很自在,对七开头的年纪也不害怕,她说,人活着心里快乐,年纪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那只是提醒你几岁了,应该要做什么,年纪是给你约束自己用的。 很多人称赞她,看起来依旧年轻好看,她也很洒脱地说,不管怎样好看,总不比以前嘛,要是出来,再被说哎呦你老了,心里都会不好受,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活得很自在。 叶青几年前就皈依佛门,追随白圣法师。 对于自己的命运,叶青说,曾经在好奇的心理下算过命,但并不真的放在心上。 其实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过,我深信,平时多基因德,必能带来好运。 2015年11月4日,柳青因心脏病不幸离世,享受72岁。 宙氏的消息令圈内好友震惊,她昔日的荧幕搭档王金英难过地说,两周前,她还带着孙女来我家做客,我弄鸡汤给她喝,煎菜头画给她吃。 王金英制作的歌仔戏名家,原本想邀请柳青现生,可如今却已成遗憾。 柳青病逝后,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圈内误传是叶青,让叶青好友杨怀鸣等人急忙打电话询问,得知是一个大乌龙才放下心来。 后来杨怀鸣接受采访时表示,以我的了解,她对这种触眉头的事情不会在意,反倒是老朋友走了会很感伤。 叶青成名数十年,拥有各个时代的粉丝,问她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 叶青笑说,成就不是自己说的,而是戏迷给的。 我不会顾不自封,平常也会看别人的歌仔戏,学习别人的优点,时间久了,自然也就站稳脚步。 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才成就了叶青如今的辉煌,祝福她一切顺利,也期待她可以重回舞台,再创经典。